近年来在大陆因为上访被控敲诈勒索政府的案件不断发生 近期又有黑龙江奇奇哈尔市甘南县的曹瑞丁凤夫妇 因为多次到北京上访 一审被以判敲诈勒索罪 重判13年 丁凤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错误 因为上访是正当的行为 黑龙江奇奇哈尔市甘南县人曹瑞丁凤夫妇 自2012年以来 应成立出租车公司 停车场土地出让金等问题 至少29次到北京上访 2017年10月 夫妇俩应上访被抓 去年10月12号 一审被判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目前两人均已提出上诉 丁凤的二审辩护律师冯延强表示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 一是上访是正当的行为 二是政府不是敲诈勒索的对象 政府由警察 看守所 监狱 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都可以利用这些手段去防止 且作为行政机关 不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 不可能产生恐惧的情绪 冯延强在微博上转发了 金鸿伟律师的一段辩护词 其中说 所谓敲诈政府罪 受影响的不过是掌握公权力的官员而已 正是他们的不作为 才会让他们遭受了 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 这本事旧由自取 然而他们身怀利器 杀心自弃 却用公权力再一次砍向了弱者 新唐人记者雄斌 陈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